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苹果和台积电被称为最完美的合作关系,借由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和资本开支。 台积电在晶片制造上始终保持领先,苹果则用大规模的订单给台积电报销开发成本,帮助其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然而,这个双赢合作却在这两年出了些问题。 外媒前日,The Information一则爆料显示,苹果和台积电之间的甜心交易,Sweetheart Deal,即苹果下单了台积电300米工艺, 但台积电必须独自承受报废晶片的良率损失,这一举措能为苹果省下几十亿美元的成本。 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先进制成的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台积电也有点扛不住。 另一方面,由于手机市场的不振,最爽快的两大客户,苹果和高通也难免囊中羞涩。 面对巨大的利润压力,台积电当然是选择先涨为净。 根据媒体报道进行估算,2023年台积电的晶圆代工价格与两年前相比,大约先进制成上涨了16%,成熟制成涨了34%。 要知道,在过去十多年里,台积电都从未大幅提价。 在台积电宣布涨价后,苹果曾以一贯的强势态度表示坚定拒绝,几经博弈之下,才有了那份按良率付费的协议。 去年10月,台积电还颇有先见之名地表示,预计2023年,整个半导体行业可能会下滑,于是下调资本开支至360亿美元。 结果两个月后,ChatGPT横空出世,全世界的AI晶片公司又把台积电送上了神坛。 2023年9月,苹果发表会终于结束,顶着首个300米制成晶片的A17 Pro问世,10%的CPU效能提升让人忍不住感叹,牙膏还能这么挤。 当然也有不少,第一时间出来为台积电解围,表示主因在于苹果的设计过于保守,加上iPhone散热效率太差,影响了300米制成的发挥。 毕竟为了300米工艺节点,台积电不可谓不尽力,创下历史新高的资本开支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般来说,晶片制成越先进,需要的生产环节也就越多,成本自然,水涨船高。 在一些特殊节点,由于生产工艺的彻底改变,原本的设备和产线会被彻底淘汰,成本瞬间被拉高。 先进制成的代表就是时刻环节的增加。 所谓时刻,就是将曝光标记出来的区域,通过物理或化学方法去除,精准雕刻出设计好的功能外形。 由于曝光技术受波长限制,单屏曝光机很难满足5奈米、3奈米及更先进的工艺,只能通过反复时刻来实现更小的尺寸。 因此,现阶段先进制成工艺的提升,相当程度上远于时刻步骤的叠加。 近两年,时刻和薄膜沉积时刻的逆过程,在设备行业的市场份额急速上升,甚至超越了曝光机。 传统成熟制成,则创造了14奈米、16奈米。 这个经典制成,在14奈米、16奈米之前,晶片制造的主流工艺是HKMG及HiK MetalGate。 2014年,三星依靠梁梦松团队抢先台积电攻克14奈米。 当时,杨梦松用了FinFET工艺解决了生产问题,但工艺变化也意味着设备产现的大手术。 一些晶圆厂在14奈米的生产良率反而超过28奈米,也是工艺变化的原因。 而由于DUV曝光机的精度限制,晶片制造是入到7奈米制成后,就需要用EUV曝光机,价格是DUV曝光机的至少三倍。 台积电曾尝试利用DUV曝光机加多重曝光的方式生产7奈米晶片,但扛不住低良率的巨额成本,最后还是老老实实买EUV曝光机。 这个昂贵的技术爬坡之所以多年来行之有效,是因为以苹果为首的一大批晶片设计公司,每年会排着队给台积电下订单。 但当财大技术的苹果都嫌贵的时候,这个循环就会出现问题。 根据IBS的测算,10奈米、7奈米和5奈米晶片的IC设计成本分别为1.7亿、3.0亿和5.4亿美元,而3奈米晶片的设计成本则达到惊人的5亿至15亿美元。 由于晶片架架构和IP复用等因素影响,业界对晶片设计成本的测算常常被高估。 但即便排除这些影响,这也是个天文数字。 任何晶片设计公司下单之前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出货量。 越来越贵的成本只是台积电的焦虑之一。 过去几年,台积电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先进制成的高成本,导致钱砸得越来越多,客户反而越来越少。 二十几个耗资巨大的工艺节点,产能高峰也就一两年,难以持续造血。 前者在业内被反复提及,后者则常常被忽略。 即便如此,台积电也没有别的选择。 就在其正尽快摆脱FinFET,利用GA技术快速进入2奈米世代时。 12月召开的国际电子器件会议,IEDM2023上,台积电发表了一篇标题, 面向未来,逻辑技术,扩展的48奈米闸机兼具的互补厂效应电晶体CFET的论文。 这篇论文,由大约50位不同的作者撰写,由Sandy Liu发表。 CFET是一种CMOs工艺,其中电晶体垂直堆叠, 而不是像所有先前的逻辑工艺那样,位于同一平面。 比如平面工艺,FinFET,奈米片场效应电晶体,NanoSheet FET,也称为环绕炸集或GAA。 据推测,台积电未来将会采用CFET工艺, 但该论文描述了可制造性的早期研究。 该过程将N电晶体堆叠在P电晶体顶部。 在问答中,Sandy被问及做出这一决定的动机是什么? 他说,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将来可能会改变, 但将PMOS放在底部,可以更轻松地处理压力。 台积电将其称为单片,CFET或MCFET。 他说,CFET可以将面积减少1.5倍到2倍。 仍然需要为一些垂直布线流出空间, 因此,通常无法通过堆叠电晶体获得预期的2倍效能。 之前对CFET制造的研究,使用了宽松的闸极间距, 但未能成功地将闸极间距控制在50奈米左右。 因此,台积电的这项研究是第一个使用48奈米。 闸极间距的研究,Sandy表示, 这与行业级先进节点缩访相关。 为了实现这一点, 需要使用中间垫介质隔离、 内部隔离物和NP原级陆基隔离。 该工艺为未来MCFET的进步, 变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将需要进一步的创新和额外的架构功能。 Sandy表示, 它将提供制造过程的一些细节, 但不会太多。 这是一个20个步骤的流程, 但显然每个步骤内都有许多次步骤。 目前,该工艺的制造成本很高。 它说, 工程师将及时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该工艺将具有价值。 以下是20个步骤。 通过引入中间介质隔离、 内部侧墙和NP原路隔离, 垂直堆叠电晶体的存活率超过90%。 并且具有高通态电流和低泄漏。 有6个数量级Ion Yav流动比率。 Sandy的结论, 这仅仅是开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大批量电晶体的情况, 不会比这更糟糕。 它们需要努力生成, 具有更好特性的工艺特征, 真正的洋律电路。 这只是一项为实用工艺架构铺平道路的研究, 该架构可以推动未来逻辑技术、 扩展和PPAC的进步。 从用CFET而取代GAA, 正式进入1奈米时代。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